今天要把这些全部垃圾送走 快要结束了 这个垃圾都搬走了 看屋顶 这个墙老式的墙一层两层 全拆了 拆成了一个大通间 这边的墙打通了 装了满满的两车的垃圾 现在去送垃圾 来到垃圾厂送垃圾了 回收站里送垃圾的流程是 先要在进门的地方可以连车带垃圾 一起直接开道秤上去 它会秤好一个重量 然后自己去卸掉垃圾 空车回来再秤一次重量 拿前一次的重量减去 这一次空车的重量就是垃圾的重量了 垃圾回收站里一些可回收的垃圾是免费的 比如包纸 纸板 饮料瓶或者电子产品 还有钢铁金属类的等都是免费的 但是也有很多不可回收的垃圾都是要收费的 价格是每公斤0.35瑞朗 我们这次的垃圾主要是一些不可回收的旧木头 这次我们送出去的垃圾总共是470公斤 它是按0.35每公斤算 所以最后的价钱是164.5瑞士法郎